雙身過日子 歡迎收看雙身過日子 我們廣州上一集已經上了 如果還沒有看的人趕快去看喔 廣州的下集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去滑雪 聽到滑雪就是要去什麼 北海道啊 藏王啊什麼 苗場幹嘛 現在外面的室溫是23度 不可能有雪可以滑 對 沒錯 所以我們這次要帶大家去 就是廣州的融創世界 有一個叫做熱雪奇蹟的 全球第二大滑雪場 滑真雪它一定會有氣候的條件 可是你只有冬天才想滑雪嗎 沒錯 然後再來件事情是 你可能一定要到北海道 或是你一定要到日本 怎麼講 消費單價比較高的地方 可是其實還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我們這次也是第一次體驗的 就是室內滑雪的部分 我們這次待的這個酒店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其實是一個 蠻奇怪的格局 一進來就是有一個雙人房 一些廁所啊 基本可以用的東西都有 這裡面還有一個房間 你看它其實就是一個 算兩房嗎 你不曉得 對 然後呢 它就直接在融創的正對面 所以我們其實走路 就可以直接去滑雪 然後滑雪滑淚滑完 你就可以直接洗澡啊 休息啊什麼的 重點是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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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多少錢呢 不用一千塊 雖然我們這次滑雪呢 滑的是假的雪 但是聽說裡面呢 也有到負六度 都帶了一個我們全新的滑雪服 來做體驗 Horse Feeder's的滑雪服 它滑雪服其實已經有 非常多年的歷史了 綠迷彩 煙霧迷彩 它其實是 渲染 渲染的這個風格 可以給大家看那個 比較細節一點的滑雪 對 然後我特地選 褲子跟衣服都是一套的 這邊用這個比較亮的這個橘色啊 去讓它可以更跳出來 我覺得蠻帥氣 通常滑雪就要這樣子 畢竟還是新手啦 這是我的那個 防帥皮褲 其實有之前買的 但是我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它沒什麼鳥用 接下來換影來tool它的背包 其實我早就已經整理好 就是放在我的後背包裡面了 直接給大家看 這次我選比較亮色系 因為我上一套是全白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次應該要一個很亮 你的這個藍 這叫什麼藍啊 土耳其藍 對 土耳其藍 然後配均綠加這個 黑色 然後我是選整套的 顏色這樣子拼其實蠻好看的 蠻酷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 其實滑雪還是要 盡量選擇亮一點的 對 其實亮就是比較安全啊 如果你要 發生一些狀況 比較容易被人家發現的話 建議就是選擇 亮一點的雪衣 前面那個啊 就是 大劇院 花獨的 廣州花獨站 真的超級中國風的 這個融創的三樓呢 都是吃的 所以你可以在三樓吃完飯 然後去二樓一樓逛完 之後就去滑雪 我們兩個買好的雪票了 然後因為現在是下午 兩點半的場次 對 所以我們算了一下時間 今天平日是八點半的館員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 四小時的票 所以其實大部分都是 大概就是玩到打陽 對 然後我們這次買了的價錢的話 是三百九十八人民幣 可以暢完四小時 包含雪區 但雪區六點就關了 八點半出來 剛好我們可以在這邊吃飯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進去看看吧 用雪票的這個 就可以領一個 寄存區的這個 手環 他的這個鞋子啊 就是 你可以直接跟他們 拿雪符跟雪鞋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 有準備雪符 所以就拿鍋雪鞋就好了 不用拿鍋雪鞋 好 謝謝大家 接著呢 我們要來領頭盔 還有 單板 我這邊已經拿到了 然後你告訴他鞋嘛 不的話就在這裡 你自己 找 全黑的 這個屁屁店居然有 酪梨的 各種尺寸 現在已經不留情烏龜了 還有熊貓什麼都有 還有熊貓什麼都有 超大片 哇很冷欸 真的會冷欸 欸很酷欸 裡面還放了一台車欸 雨雪區就在這 雨雪區就在這 就在那邊 然後 欸其實我們可以先拿板 就放在哪 碰碰板啊 我幫他們先去玩冰上碰碰好了 我覺得這很難控制欸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 一個左一個右 兩邊同時都會在往前 接下來呢 這一次主要是想要 都玩給大家看 但是我再來的話 我就不會在雨雪 小朋友的話 這個地方非常的適合 我還有整個流眼淚 這個確定是小朋友玩的 欸蠻快的欸 我們現在要玩的是 花海雪圈 不用躺了 好漂亮喔 浴巾箱子的那個 哇哈哈哈 雨雪區已經 就是完完了 然後 我們現在就是 準備要去換上 鞋子跟板 上去上面 太久沒滑好了 所以先練習一下 等一下那現在這個坡度 大家就可以先在這邊 練習一些 落葉飄啊 什麼的 這個坡基寫說 一直在放 滑雪是有一定的險性的運動 請 終於自身安全 你看 好遠喔 我真的覺得很臭 這裏頭一下有沒有 剛剛都卡上雪道 但我發現這個雪道上去 其實它很長 所以 你從上雪道到頂的話 我估計有沒有三分鐘啊 有的超過是不是 五分鐘 中高級雪道 不會煞車轉彎者勝利 撞人自動 這人很多你知道嗎 剛剛的來來回回的 疊來疊去疊好幾趟之後呢 這邊已經是淡季的平日了 所以其實現在正常來講 其實人是稍微算少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下午 其實大家都出來玩 多練習之後 再錄影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兩個其實在終極道這邊玩了 練習滿多次的 我覺得稍微熱起來比較上手了 就覺得說好像有點確定 有點被比較上手了 不是 是因為我們兩個雪票 就是買了高級的 對啊 一個不是亮麗 如果沒有去高級雪道 疊一下的話 我覺得有點不太划算 超級大 滑雪 寒雨 寒冷笑 你看啊 你看這個人多多 這個高度你自己看 往下看 算是門 看這個沒辦法轉彎 然後我剛剛以為還是不亮麗說 我要拿我的這個 INSTA 360 還是算了吧 我們來看夜總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對對對落葉下去就好 落葉下去就好 對對對 我之前在那個歐洲 不小心搭錯藍車 然後搭到很上面 你們不要小看四面滑雪場 它這個只有該有的抖度 真的有 學到的話可以搭這個藍車 它沒有藍車 可以直接搭到頂 可是只有高級雪票的人 可以直接到頂 裡面真的很冷 對 但我跟你講喔 這邊呢 其實滑溫雪之後 還有非常非常大的Shopping Mode 裡面有非常多滑雪用品店 我就覺得說 我這次一定要買一個全新的手套 所以待會呢 我們就帶大家去榮創這邊逛一逛 這個摔 摔得這麼慘 你看 我這個穿完滑雪衣這邊都會有一個這個拉鍊在手臂上 他們會在裡面放滑雪卡 然後他們那個感應機器的時候 就直接上去他們都這樣逼然後進去 我就問你這要掉多高 我真的要掉多高 欸 你可以買這個嗎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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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個 好啦 我們今天呢 榮創決定要在房間裡面 跟大家做一個完整攻略的大分享 這個滑雪的話 其實是我要求它跟我起來的 這個滑雪場它的優點跟缺點 缺點的話是第一個 我覺得人太多 所以你在滑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人 你就會覺得說 雪就已經滑不好了 我前面還那麼多路障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是淡季 高級的滑雪雪道啊 它就是纜車 是沒有開放的 它原本有一個可以只打上去的纜車 就是你可以跟初中階級的人分開 雨雪票的票價有點稍微有點貴 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花至少五百到一千多塊 它的優點很多 非常非常的大 它的門票非常便宜 三百到四百五十塊 最貴 包含你的雪板 雪衣 雪鞋 對 雪價雪鞋全部都有 但是沒有護具 你護具要自己買 有啊 有安全帽 它就是只有 就是一種票價 就算你有裝備跟你沒有裝備 你都是買統一的這個票 你可以歡迎你自己戴 但是沒有標準 但是如果你去其他日本啊 或者是歐洲的一些雪場 他們租裝備 夾這些東西其實是非常貴的 融創雪世界 它其實是全球第二大的室內滑雪場 不錯喔 第一大的話是杜拜 第二大的話就是我們今天滑這個 雪道有分成不同等級 有初級 中級 高級 跟更高級的 我們兩個那時候一去那個高級 就是就馬上發現說 嗯 真的非常抖 程度不如好不好 下去就直接你知道 go the hell 所以如果你剛好夏天 想要滑雪 一定要到歐美的國家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就是享受到 以上的這個資訊呢 我們整理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這次的這個 夏天也能夠滑雪的這件事情 還有這個融創啊 相關的一些問題 都歡迎在我們下面 也是留言給我們 廣州滑雪 融創之旅 希望大家會喜歡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床登過日子 下次見 我還沒說完 明天還有想要再去 早 早 我們今天要回國了 但是我們兩個卻又跑來 滑雪了 大家先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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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